民進黨和民眾黨陷入立法院政府院長選舉爭議 傳出雙方有人私下運作山昌沛 而其中被視為賴清德跟柯文哲中間人的陳永新醫師 卻跳出來表示 民眾黨其實曾經無條件的支持蔡奇昌擔任副院長 但對此柯文哲駁斥了 說在藍白河後 黨內決策是有一個SOP存在的 並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更直言 1月13號選完到2月1號選院長 他實在是看不出來 民進黨有在幫游戲坑輔選 這板明是被做掉了 所以人家叫什麼坤哥沒有中心思想 我說不是沒有中心思想 是他進化太快了 你們追不上藍美跟綠美 我們是倒楣 耗打外界輿論 柯文哲週六下午在桃園揚美舉辦小草見面會 但立院政府院長選舉的風波 讓他再度大摔民進黨 我看不出民進黨是什麼替游戲坑輔選 擺明就是要把它做掉 移民了他 然後每個都袖手旁觀 柯建民還在搞反扶行 奇怪 你每天罵我那叫我投給你 多奇怪的事 不過其中一大爭議 就是聲稱代表賴清德 接洽柯文哲的陳詠欣醫師 他的聲明中提到 柯文哲表達 民進黨若支持黃珊珊 柯文哲承諾會無條件 支持民進黨的副院長人選 中間人來傳的時候 就是講這個條件 我是沒意見 我回去問問看 故事就這樣而已 在藍白河事件之後 我們在黨內就建立一條SOP 就是說既然我們尊重集體決勝 在外面跟人家答應任何事情 不可以打據點 最多只能打逗點 有會議紀錄 我們才答應人家 白綠雙方說法都不攏 而民進黨發言人 吳珊面對媒體這樣說 民眾黨對文字的理解 常常跟大家有出入 民進黨包含黨中央與黨團 自始至終沒有授權任何代表 和柯文哲主席接觸 我也認為不是吳珊故意要造假 但是民進黨也不是把 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從頭到尾都跟他講 不是說他很可憐 問題是你這樣發言 還是造成我們這邊的傷害 抱歉 我們恐怕還是要考慮告你 就算國會龍頭早就選完 但喬院長怡雲事關自家政黨形象 柯文哲無法就此罷收 恐怕還是得法院再見 接著台北桃園綜合報導